我們這現在有一位觀眾朋友發出一條消息 說買華為手機就相當於提中共買了一個竊聽器 即使軟件改了 你都不知道它硬件在幹什麼 我不知道對這個問題 趙培先生您怎麼看待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舉一個實實在在的例子 當然很多人就是HTC手機是Android手機的一個始祖之一吧 因為當時很流行都是HTC手機 那麼大家知道這個HTC有個夥伴公司叫做威聖電子 它給中共做了一個芯片就是裝在手機上的 叫VT3421 還有一個叫做TF376 這個手機的芯片是幹什麼呢 這兩個手機 特別是TF376 就是針對法輪功人群的一個盡控的一個芯片 那麼這個芯片的就是Golden Pattern 就是它的一個鑰匙在中共手裡 中共想利用這個東西 想利用你的手機 就是直接駭進你的手機 非常容易 因為鑰匙在它手裡 它可以盡控任何手機 甚至有出現在 因為HTC用了這個芯片 而且這個芯片是被手機製作完了 是被賣到美國的 曾經出現過在北美有信息 因為他們查出來這個信息直接向中共去 就是直接就是傳輸給中國的服務器 但是他說的很禮貌 他沒直接說中共就直接在收取我們信息 所以這是一個實際的案例 而且新秘號都有 而且是HTC把整個這一批的手機召回了 這是在當時一個很著名的案例 其實類似的事情呢 美國非常警覺呢 包括大家知道這個1月12號的時候 美國媒體報道 就是美國有一個軍事基地 裡面裝了5個中國生產攝像頭 是由杭州的某家數字公司生產的 就是現在全部拆掉 因為他們都懷疑中共利用了這些硬件 後面的後門向它傳輸信息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扎扎實實的 而且呢 我跟大家說一個事啊 中國的安卓系統不是Google的Android 它已經被Google開除出Android家庭 因為它沒有遵守Google的就是對於Android開發要求的這個協議 而且是它加了很多個人的東西 2016年的時候 美國就有一家這個民間的公司 因為它辦了一個這個資訊安全公司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我能夠查出你安全的漏洞 結果他發現了在美國賣的一些零價手機 用了中國的這個Android系統 之後呢 他們發現裡面有個軟件是像每天都會向這個北 就是中國的一個服務器發送資料 他說受影響的手機是大約有7億支手機 你就可想而知 中共在軟件和硬件方面 對中國人的監控的那一套也應用到網絡 也應用到海外 而且不光是特定人群 可能整個美國人所有使用中共的軟件的問題 都有這個問題 大家知道這次為什麼這個美國聽證會 這個參議員要問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美國這個AT&T公司和華為的這個合作 就是合同被取消了 這樣華為就沒辦法就捆綁在AT&T的這個服務上賣 大家其實這背後的邏輯就是很容易知道 因為AT&T有很多政府的合同 有很多政府的僱員會用到它 那麼政府可能跟它施壓壓力的說 你如果用華為的手機 我馬上換供應商 我們整個政府的網絡都用別人 所以AT&T被迫取消 可見這種危害性是確確實實存在的 趙培先生剛才你提到這個後門的問題 我想了解一下這個後門是怎麼回事 其實呢這裡面有軟件做的和硬件做的一個區別 就是如果是硬件呢 它已經是在你那邊打開這個端口 或者是一個自動 就是說自動 比如說這個TF376的一個 它自己說多項專利啊 它當然是主要是為了防止法輪功假真相 法輪功就是向中國發信息的這麼一個東西 它可能給你自動過濾掉 但是呢 根據誠堂證供的聖微電子工程師之間 發的這個email顯示啊 這個該公司的這個台北工程師 教會了北京工程師 如何使用一個叫golden pattern 就是怎麼樣能把這個後back door給打開 就是它直接嗨起你手機 你根本不知道它從硬件的這個角度進去 就是直接就是讀你內存裡面的東西 就是直接它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而且能夠讀你內存的東西 因為你只要一臨上網絡 它馬上就知道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這種東西就被稱為後門 這個是一般情況下你是避免不了的 如果軟件層面你還可以 比如說卸載了 你直接就是裝一個這個這個 安卓系統 比如說這個你就直接可以做到 但是硬件部分呢你是很難知道 因為它直接讀你最底層的東西 這裡面呢 說起這個後門呢 中國人可能有一個體會 就是你在中國買的華為手機拿到美國 我怎麼不能這個接收到Gmail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後門的系統 把你的這個兩部的這個驗證可以block住了 可以擋住了 這就是中共讓華為的安卓開發成這個樣子 那麼你在美國買的安卓 華為手機為什麼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不敢在美國光明正大的 去用這種這麼明顯的後門技術 去阻塞你的這個信息交流 或者盜取你的E-mail 那麼它只能是用一些更隱晦的 比如說像2016年美國這個資訊公司發現了 竟然向中國的服務器自動發送信息 這就是一個後門嘛 它能控制了你手機上的資訊 而你不知道這就是後門